好的 好 進行的就是 王子的選擇 接下來的五盞燈 你要滅掉三盞燈 是的 留下兩個最有感覺的女生 在對她提出問題 好 王子的選擇請開始 GO 有意思 而且喔 剛剛我在注意哈堡 跟那個雨柔啊 雨柔手都不知道怎麼拍 是要拍還是不拍啊 中間卡住喔 有東西喔 好 進來留下哈堡 丁雨柔 你要提出的問題是 好 我要提出的問題是 如果說我們交往一陣子之後 然後你來補習班探班 然後呢 就小孩你也知道 比較 或者是國中生 就同言同語 他就說 杜老杜老 有個胖阿姨來找你 你是不是小孩子想把他家 有個胖小阿姨來找你 老師叫你杜老 對 平常他們叫你杜老 對 有胖阿姨來找你 等一下 你怎麼說得那麼熟是怎樣 對啊 葉松傘 他可能在模仿嗎 一個小孩 小孩都這樣嘴巴很不收斂 你知道嗎 可無知了 那你會怎樣去調適你的心情 或者是你會怎樣處理當時 怎麼反應對不對 對 怎麼反應 來 誰有反應 來 哈堡 哈堡怎麼反應 沒錯 哈堡每次都直接決定了 沒錯 我是胖阿姨 沒事啦 沒事 沒事 謝謝阿姨 嚇死我了 你就說 直接說 阿姨 沒錯 我是胖阿姨 就是胖阿姨 對啊 因為小孩子不要去否定她 我覺得 妳好上眼喔 等一下 杜老 講了一句重點是什麼 溺愛 溺愛 對 妳應該適時的跟她講 這是一個不正確的 不管是觀念或者是 語言的方式 就是沒有那麼的禮貌 不禮貌 對 妳可以講有一個 楊貴妃來找這個答案 楊貴妃 這邊的答案呢 來 雨柔 哈堡說 胖阿姨來到胖叔叔啦 等一下 她被打槍了 她被打槍了 抱歉喔 妳沒有傷害到小孩 妳傷害到老師 沒有 因為我有一個14歲的 妳是賣考力課金啊 14歲的 我有一個小我14歲的妹妹 所以我也蠻會同言同語 小朋友怎麼講 我會就直接我的反應就 胖阿姨 對啊 我是胖阿姨啊 我只要胖叔叔她在嗎 OK 好 順著她走 兩個溺愛的阿姨出現了 王子 接下來 這個妙了 要在哈堡跟雨柔中間 滅掉一盞燈 牽著另外一個人的手 來到中間 妳幹嘛 我很緊張啊 妳還沒有唱高音 妳的高音 我也在唱嗎 只有哈堡跟雨柔用 大家都在打耶 我跟你講 這個對於心肌梗塞 有幫助 很有效... 或者咳嗽 請開始 GO... 這個決定 難不難做 很難啦 真的 很難 為什麼最後的決定是雨柔 跟答案有關係嗎 跟答案有關係 因為我會覺得說 她可以去同理小朋友以外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 同時醜化你對不對 對 她這樣就不會這麼生氣 所以你怕就是... 就不會對我生氣 我不會對小朋友生氣啦 不會對小朋友生氣 對 可是會對我生氣 對 她說對勒 好 同時一句話 把兩件事情都很和平的解決了 好 雨柔 為什麼留得到最後 留到最後就... 就是覺得... 就是我滿想認識她 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她的生活很豐富 很多姿多彩 就是可能進補習班之外 就是懂得去旅遊 旅行 然後旅行的時候 還同時會做... 比如說觀察 然後可能跟自己的專業去結合 就是會去想很多 然後就覺得 如果加入她的生活 可能也會變得很精采這樣子 對 開朗的王子 有細膩的部分 有想法 恭喜兩位 在一起去約會吧 越來越多可愛的男生來我們這邊 很多可愛的女生在等妳 浩叔叔 誰啊 要錢 到浩台處理 好乖喔 妳好乖喔 漂亮喔 因為我就是第二次 然後也沒有想到會這麼順利 就很開心這樣 我覺得她很親切 然後就是也很幽默 我就是會適當地做出一些回應 然後就是逗人家開心 我覺得這一點滿好的 就是氣氛很輕鬆這樣子 王子蓮好 妳再用耐心啊 好有耐心啊 包圍面啊 我覺得胃貌卻會 沒有啦 祝福妳們 妳看那個電梯小姐 有樣了吧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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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千年級生的愛戀 剛剛開始萌芽了 對 會開花的 好 來看看下一位王子的介紹 請看 大家好 我是張文俊 今年23歲 從小就對美容美髮很有興趣 所以一邊辦公辦讀 很早就鋪入社會 當助理的當了四年後 我現在已經是可以獨當一面的設計師了 很多女生都會覺得洗頭髮跟吹頭髮 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只要你選擇了我 這些都不會再是問題 這個是七年級的最後一班 對 對不對 23歲 對 一樣 你看 這個就年輕了吧 七年級生最後一班23歲 嗯 怎麼了 你跟我差11歲 不要想這些事啦 你這樣 你都難過了 那我想一想 我不 歡迎王子出場 沒事啦 我要給你 我要給你愛有力量 你就會閃閃打光 我要給你 我要給你心動力量 好 歡迎王子出場 好 做髮型應該是走在時代尖端 是 西裝有縮水嗎 沒有 哇賽 這麼緊 這個 現在這種韓式西裝 比較短板 很不好穿 為什麼太緊了 第一點你要很瘦 對不對 你就是沒有那麼瘦 穿起來就會憋憋的 然後身材的比例又要好 對不對 對 好啦 很無語的感覺 23歲 那你這個行業多久了從事 這個行業我做了大概八九年左右 我從國中畢業的時候 那年暑假就開始出去做學徒 那高中的話是半工半讀 隔了三年 然後畢業之後就當設計師到現在 所以你就一日一邊上學 對 因為這樣子的話比較有很多經驗 就是不用說像一般如果說讀日校的話 他可能出來還要再學習兩三年 那可能就太慢了 所以你這個多久八九年的時間 一半是在前置作業 對 一半是在做美髮學徒 然後半工半讀 接下來的幾年已經變成設計師 對 大概是四年的時候 方向目標明確 對不對 好 來我們請他自我介紹 請 各位公主好 我今年23歲 叫張文俊 那我是從事美容美髮業的髮型設計師 處女座O型 只要你選擇了我 以後 我都會幫你洗頭跟吹頭髮喔 對這女生來講是不是很重要 好 那就來一張小卡片 從小口袋裡面拿出來 小西裝小口袋的小卡片 來喔 為什麼是這個女生 這麼有趣啊 你的表情太有趣了 我看看 你先講 因為她的笑容融化了我可惜 笑容融化你喔 是的 好 有默契就是這樣子啊 有感覺 有會有重點 各位女生 對於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 請選擇 選擇 好 我們來問一下 辛傑 王子你好 其實王子各方面看來都還蠻優秀的 而且我很喜歡穿白色褲子的男生 對 可是因為年紀相 蠻強 她應該說比我小啦 因為她的接手比我小的男生 對 好 那我們來問一下 因為年紀的請舉手 都是 我剛剛就有想到 都覺得她太年輕了是不是 可是冒冒兒不是因為年紀喔 為什麼 其實她年紀剛好 但是 我想只是因為我們不太來電而已 對 還沒有感覺 OK 好 亮燈的朋友 亮燈的朋友 哈寶 嗨 王子你好 就是王子看起來很可愛 然後而且是有日本人的鬍子嗎 還是字 像 那顆是一顆字 那是一個字 而且 也不會只留一邊好不好 你是說那個 那個 日本軍人會留中間 小鬍子 我覺得很可愛 就很吸睛 很吸睛 很吸睛 不是 一顆字 不過也可以當成那個 你看起來你怎麼喜歡 怎麼說就好了 對啦 OK 還有嗎 露西亞 王子 你好 妳好 我覺得你剛剛走路走進來 就是熊啾啾氣 然後滿有精神 然後你還讓我一直想到那個 宗普塞的葉如海 葉如海 他講話的口音喔 他是料理醫生 然後你應該是頭髮醫生之類的 很有特色的講話腔調對不對 我可以搬你洗頭 搬你洗頭 而且還可以搬你把頭髮也吹乾 你這電影有研讀過 喜歡 很喜歡 好 還有嗎 沒有 沒有問題了 那就來看看 王子的生活 平常的休閒之道是看電影 像什麼樣的電影我都可以接受 那我比較喜歡的是愛情文藝片 它裡面浪漫的橋段 總是特別吸引著我 另外我平常也會利用下班的時間來教會 在這邊可以跟弟兄姐妹們講我一些 生活中大小的事情 不論是開心或是難過 都可以在這邊得到心理上的安慰 我喜歡有個性的女生 請為我留長燈 讓我融化你心中的冰傷吧 怎麼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呢 對啊 怎麼會這麼快 妍妍 我有發現妳最後面的 妳是最後面的對不對 好像是喔 為什麼 因為他姓有性教 有性基督教嗎 是教徒嗎 是 因為我沒有性教 所以 怕會有一些代溝嗎 對 OK 好 換講完了 好 其實這個部分就是 應該 了解完 對不對 應該是說其實像我 爸爸他是基督教 我媽媽他們都是佛教 對啊 其實那個還是可以 溝通 溝通的 很可惜啦 這麼優秀的王子 王子這個很年輕 對 沒關係 來由大把的青春 好不好 大把的時間 對…我們請王子發表一下 這個感言 好 謝謝大家 雖然今天沒有緣分 跟大家做朋友 對 沒關係 如果說你們以後 最頭髮上面有整理需求的話 其實可以過來找我 我的公司在公館 好 樓師福路三段 好 二樓 這會剪掉… 所以你們今天倒沒關係 好 來 我們謝謝王子 OK 就要我快點哭 我就想一直都不會結束 現在心情的話 其實還蠻平靜的 因為我覺得 我有勇氣上演這個地方 其實 我已經覺得 欸 很有感了 那我現在心情的話 來講的話 應該是說 覺得這是一個經驗 那如果大家 如果對我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視光網找我 好 耶 快到了 來 看看下一位王子的介紹 請看 大家好 我叫陳大衛 今年28歲 我從18歲開始 就靠自己雙手打拼 陸續做過餐飲業 烘焙業 目前是手機店店長 雖然我沒有顯赫的家事背景 但是我對未來充滿熱忱與希望 今天來到這裡 就是要與妳 分享我的熱忱 哇 手機店的老闆喔 手機喔 現在女生 沒有手機 不能過日子 不是女生 所有人 人手一機 所有人都在那邊錄手機 錄錄錄 而且人不只一機 還有很多 還有手機 沒有 我都說 這樣子好嗎 你的尺度的問題 要不要收斂一點 你手機 歡迎王子出場 亂想 PUNCH